马上要毕业了 到底是去大城市发展 还是回老家安稳生活 考研考工还是考就业 怎么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怎么实现经济独立 毕业到底要不要分手 一专业有必要继续吗 我当年那段谈了六年的恋爱 就是毕业分手 我有老多观点 老多话题想跟你们探讨了 但是我一直没找着合适的机会 我就也不好意思 专门出一期视频 跟你们露坑了 这有人说 每张婚主一天天不出正经视频 天然露坑有病吧 但是这回你可说不着我了 B站官方 非得邀请我 出一期毕业季的视频 跟毕业生唠唠心理话 那我能拒绝吗 好 那如果今天的视频感谢的话 就看成本视频 应该是时间的 我封了那么多 最后的视频的点点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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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了一条动态 让大家说一下 就是关于毕业 你可能会想问的问题 然后今天就以读评论的形式 来跟大家唠 叮盟全啊 首先热评第一的啊 只想看前男影 杀人呢 一天就知道看人家搞得下 把你看人家搞也行 自己也搞啊 自己搞不着 等人家给你分 杀人呢 我瞧不起他 语言 你这是宰玩火 谁 今天参加了毕业典礼 感觉室友们都要各奔东西 下次再聚集可能就在某个人的婚礼上了 真的感觉好难过 我理解你的难过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件 可能会让你更难过的事 就是在某个人的婚礼上 你们也多半虚不清 人生就是这样 毕业之后 去家里的公司上班 但是就这样度日 总感觉缺点什么 有没有适合提升自己 但又不会占自己 很多时间去学习的那种技能呢 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人 我也是去年我才把这个问题想明白 我们之所以不想工作 想躺赢 不就是因为工作 它不好做 它难做吗 所以不管你选择哪一份工作 都有不同的糟心 这个你们认可不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嫌疵的 我要找一头喜欢的工作 在那里面发光发热 但是你再喜欢的工作 它是你的爱好的时候你喜欢的 一旦用它来谋生 你有KPI 你每天要做它八个小时以上 然后时不时还得耐别人一顿训的时候 你就不再喜欢这个工作了 所以关于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 那我要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 还是稳定的工作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你要找一个你擅长的工作 因为喜欢早晚会变成不喜欢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擅长就意味着有发展 有发展就意味着稳定 你懂早上 关于点假的问题 我真的好担心啊 你是有个异力恋的男朋友吗 关于异力恋我真的太有发言权了 我残过一段为期六年的 极度要结婚的异力恋 别说你别说你认识啊 那想不明白为啥 我也不敢跟你们提他吗 你们帮我吃他醋 别给他们里面说 再给我转黄他 现在行情也不好 我能找到一个挺不容易的 这不少用啊 我不支持异力恋 不看好异力恋 不是我觉得异力恋的俩人不能成 而是我不看好异力恋的婚后 我当初为了我的那个前男友 一个人去了江西 他真的很爱很爱我 为我做了非常多 但是我内心依旧不平好 我觉得我为你奉献了那么多 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 走在陌生的街道 听着陌生的话语言 你哪还能跟我吵架呢 你不管对我多好都是应该的 都抵消不了对你的付出 当然我当时的心态肯定是不对的啊 但是当我们说别人的时候 都很明白啊 你既然选择了去他的城市 你就不要抱怨啥啥点 但是你做一个当事人 道理你都懂 你就是做不当 抱怨久了 就算对方是神仙 也不会总惯着你 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吵架 生活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小事 大事我们可以一起解决 但是小事最磨人心 就拿 过年 摊家吃汤圆 吻家吃饺子这事 我就受不了 我说对我能懂打个懂 往我再来个杀手锏 别跟别人说啊 咱自己的相处就行了 一地恋 你俩结婚了 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离婚吗 你瞎说啥小话 你说这世道 咱是也不能保证是吧 你说你离婚了 你是回老家 还是留在当地 你留在当地 有工作没亲人 回老家 有亲人没工作 有孩子 孩子归你 你可能养不起 孩子归他 你家伙你不离 老家了 一年都看不上一位孩子 你当妈的 你心里多难受啊 我知道很多拜把兄弟 可能是男生 你当爹的你也难受啊 自己长点心啊 下一个 即将毕业的人群报道 想参军 支持你 我弟也想 没准你俩可以成为战友 才叫胡青云 打个嘎嘎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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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大就这牙子是这样的吗 这牙子是这样的 本来暑假准备去拿暑假工 但是很多人都说 学一项技能更好 有什么必备技能 或者通用技术适合高三暑假学吗 问对了兄弟 我甚至想出一个大学毕业前 你要做的时间事想干吗 我先说第一件 考驾照 趁这两个半月三个月的时间 你把驾照给我考过了 工作之后真没时间 会开车真的非常有必要 因为它可以非常直接的炫富 我就是吃了不会开车的亏 我拼命努力我挣点钱 不知道咋展示给别人 不知道怎么说 虽然说我买了房子 但是我总不能天天 把房产账贴脸上吧 兄弟们真的相信你自己 一定要对自己抱有希望 你不一定哪一天 你就会有钱了 你就会富起来 不要让不会开车 阻挡了你炫富的步伐 关掉这个视频 现在就从你爸你妈借钱 学驾照 跟他们说清楚 以后挣钱了我帮他们 这是他们在你身上的投资 那如果以后 关不上 也告诉他们 投资 就有风险 你真是一个小天才 那如果父母没有这个能力 给你出资的话 我觉得可以趁这个假期 做了兼职啊 或者帮父母干点活 然后呢 开学了之后 别人的学费都是父母给的 你的学费是你自己挣的 这以后就咱到社会上 这都是咱的经验 阅历 我招人我都愿意招这样的事 坑吃苦 今天这个视频 又想表白 但是又不敢表白的人 弹幕打出他的名字 然后把这个视频 分享到他可能会看到的地方 近人是 其他的 你们知道 但我说一点啊 前两天我爸爸兄弟给我发私信说 怕想表白 怕遗憾 但是呢那个人有对象 这种情况 你遗憾你也得给我移着 你不能表白 别干大事啊 贵缺德 想看关于舒适圈的问题 我目前处于一种舒适圈内 公司不高不低 有一些个人空间 但是也没有那么自由 我现在处于一种极度纠结的状态 既想完全摆脱家庭 完全独立 当一个都市民强人 同时自身能力和胆量又不够 关于舒适圈这个问题 这个真的太多人问了 小城市生活性价比高 幸福指数也高 但是呢 机会少 比较安稳 大城市生活压力大 机会多 就是看你想要啥 啥都想要的可能是不可能的 就我觉得你要想好 你要是就想要安稳的生活 离家近 那你就留在小城市 挺好 因为我们同僚人 幸福指数可老道了 但你要想挣多的钱 有好的发展 你选择大城市 你的抗安能力就得强 你想比别人挣得多 你就得比别人努力 比别人受罪 就没有活赏钱多 还不来训组工作 就没有 我也感觉努力很累啊 但是我是咋心思的呢 咱们家小城市那个活 现在可以干 再过几年呢 还是可以干 但是 外面拼夺的机会 可能错过了就没了 所以趁着年纪月 我们充一拨 行了 成功了 这边也就辉煌了 如果不行 最次咱们还能回到 老家干那个活 对吧 本身咱现在就啥都没有 最差也不过现在 难道还怕啥呀 充一拨总比现在强 我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小姑娘 我真的认为 这个社会非常的公平 包括现在非常火的内卷 我觉得 越挣钱的行业内卷越严重 但是 我个人认为啊 之所以我们会被卷到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们站的不够高 高山是不会被浪卷到的 下一个 想去北京 敏月最高学府在那里 你考上 这首歌 这首歌是我唯一一个 唱得不跑调的歌 后面 08年的时候电脑上时间了 北京欢迎你 为你开天地地 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好 大学社交有用吗 有用 无论到啥时候 社交都有用 高情商会为人处事可以助你走得更远 当然知识也非常有用 因为知识可以助你走上这条道 有效社交可以助你在这条路上走更远 最后一个 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 这种刷单真的别信 骗人的 有没有被骗过的 肯定有老婆了 他会先让你交一个入会费 然后你进来之后 试试的刷单 确实能挣钱 一单两毛三毛的 一天累子累过 能挣10块钱 干几天你会发现这钱挣不回来 然后他们就会告诉你 那你也可以去拉人 让他交入会费 然后你为了把你哪个入会费挣回来 我就骗了别人 我觉得得不偿失 咱宁可就是去发个刷单都比这个强 任何工作 让你先交钱的就不对 你没钱 有钱是谁找不回 你没钱 那还有很多问题没读到 你们喜欢这期视频吗 录落客的视频真的很凶松 不用准备啥 直接往这个IP做 就开落 你们要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再出一起 然后最后有段话 想送给你们 我在网上抄待啊 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走三个小时 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 有人二十二岁就毕业了 但等了五年才找到好的工作 有人二十五岁当上了CEO 却在五十岁去世 也有人迟到五十岁才当上CEO 然后回到九十岁 有人依然单身 同时也有人议会 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属于自己的发展时区 有些人判字不在乎 也有人判字不在乎 也有人判字不在乎 但其实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里 不用记住 或嘲笑他们 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 我相信 生命就是等待终止的 所以 更轻松 你每个人都在乎 在这个愿意 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 一切都真实 那最后 我再送上 我自己想对你们说的一段话 加油 好 那如果今天视频 有帮助到你的话 别忘记帮我一键 下点点赞 这边帮我发生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